准备出发了 这个包太能装了 我还在里面装我的电脑连相机 因为我现在在学校里的车已经没有了 我就打了个车进学校了 我也是刚知道原来打出租车是可以进清华的 之前一直以为只能达车到校门口 然后骑车进来 咕咙管门呢 这还是我毕业后为数不多的计算回学校 但至少还可以回来看看 我们这次是来给新闻学院的本科生的一个亲影工作坊 暑期的项目来进行一个纪录片的点评 然后学院就组织了一些学长学姐回来当评委 今天中午就在这组织吃饭 大家还记得很多年前 你在我的Vlog里出经过的冰冰哥吗 哈喽 他还在学校 那个我拍的第一个校园Vlog就是我进来的 是吗 是啊 那就是我早期的毕业剪 早期的毕业剪 我的自分的生涯就是从认识你开始的 当时我在干什么是在脑腿 哈喽冰哥你怎么在这 我在拍Vlog 就拍自己的生活视频 你在干嘛 你在脑腿 这是我的师兄跟我同一个导师的 当时他是我的助教 现在我已经毕业了 加油博士 加油 我们现在要走路去那个蔚来媒体实验室看天 说实话以前学校都是有车的 所以我从来没有在学校里好好的走过路 静静的欣赏啊 校园的环境 现在没有车了 然后只能走过去 大概要走20分钟吧 反而能好好看一看这路上的人啊 车啊树啊是不一样的感觉 当学生的时候没有太多社会的压力 感觉真好 等毕业了以后就要面临买车买房 结婚生子工作职业发展 天啊学业压力真的是最轻的压力了 我们走到猛楼来了 这儿我以前大一到大三 我练那个国标舞 我就在这练的 我还是国标队的 还参加过好多什么开学的那个演出 毕业晚会的演出 这就是我们以前练舞的地方 重新装修了 它以前可没有这么新 哇现在这儿这样还有钢琴 地板也换了新的 太好了真的 以前我们大概是 一个星期会有两节课 然后剩下的时间 可以自己过来练习 不过那段时间就是下课之后 有个其他的兴趣爱要做的感觉挺好的 毕竟大学不只是学习嘛 我还是在国标队认识了 我现在依然是很好的好朋友 这儿就是还有很多 其他的艺术团的各种队伍 比如说这是明月的排练室 我印象中这边应该是交响的 老师好 这是雷老师 这边应该是交响 乐团的排练室 你们有听到里面传来了 这个乐器声吗 像是某种传统的明月 但是我听不出来 我记得我离开国标队的那一年 猛楼咖啡厅应该是 刚刚开始建 现在已经投入使用了 这个非常符合我的生活理念 无论项目有多少 先喝杯咖啡 发现了一个海报 所以是学校里面熬夜的人太多了 都要写一个禁止熬夜了 来尝一下这个猛楼的咖啡怎么样 西操 以前都有好多好多人跑的 怎么现在就只有两个人 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剩下的人你们去哪了 可能天气冷了都在宿舍窝着了吧 刚才这个学妹 已经没了 就跑走这个学妹 她刚刚跑过来跟我说 哈喽你好 我看过你的视频 哇塞 好惊喜啊 因为就在路上被 突然被人叫住 我还没来得及跟她说一声 你叫什么 她就跑走了 拜拜 祝你一切顺利 好喜欢秋天的爬山虎 到了未来媒体实验室 期待 坚持到最后一刻 满分是100分 一共有8个片子 好有缘分啊 有一部纪录片叫老草老草 我正好有个朋友叫老草 一会儿看一下谁是老草 幸运能够在今天下午和大家一起相遇在都未来媒体实验室 然后一起关注我们2022年的期末课议室 是世界人类学末课议室的结合展议 我记得我的第一个Vlog里面三年前我在这我还是做一个 期末的答辩 没想到现在已经容身评委了 这就是长大的印记吧 我们这个片子之所以起叫老草老草老草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没有想就是刻意的去空险他 固定在这个身子 在身边 然后我们这五天就开的是两位15岁的女孩 然后她们是当前福利院的为二的两个女孩 我觉得我看完还挺感动的 然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那个奶奶说他是自己找去福利院的 我就觉得可以再挖掘一下背后的故事 因为很少有小孩会自己找到说我要去福利院 然后我们这一次拍摄的是 彭阳县草庙草庙草庙村的一屋比较特殊的一家寺头 几年前我也曾坐在这里放映自己的纪录片 几年后回来看学弟学妹的片子 故地重游 只感觉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 跟小剑约了个饭就在旁边 今天真的太冷了 北京 我没有车 我就说怎么突然你叫我 听了个声音叫我呢 我们走路啊 吃个单单面吧 不要葱跟香菜谢谢 单单面只能跟别人拼着做 因为我一直太紧张了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哈喽 我之前把你改造你又变回去了 我们的小剑已经完成了这个初步的改造 就是因为他之前都穿黑白灰 所以我们给他选了一个比较明亮的色系 但是比改造前帅了很多 工科难得自我修养 是不是需要做实验 没有时间倒腾自己 我这几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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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论文 你现在是什么专业的 就软件工程 然后做数据库的方向 天天写论文 这几天是 但你的眉毛还是如此浓密啊 你的头发还是如此浓密啊 不能看 不能放下来看 你已经延二了吧 日开始实习了 没有实习 是延二下实习 你们工科跟我们文科不太一样 我们延一就开始实习了 因为很多人都得找工作 我们现在延一也要全是在给老板调务 你们就业方向是哪个方向 就是马农 但是今年的形势 今年太难了 太难了 前几天跟同学们聚会 我发现大家都在国企的体制内 就在互联网的人都比较少 要不然就比较忙就没有了 不过相对来说软件其实还好 相对来说就业的还行 小剑一定可以找到好工作的 我们跟小剑说一声拜拜 拜拜 下次见 这次回来呢也见到了很多老朋友 几年后大家都有了不同的人生方向 也努力奔赴在各自的人生赛道上 工作以后真的感觉 每个人都面临各种各样的人生压力 偶尔回去感受下学校里的日子 也是支撑着我们继续向前走的动力吧